随着进入秋季的时间越来越长,早晚温差加大,而午后却暴晒难耐,通过皮肤可以明显感觉到空气变得干燥。 这些都是秋冷虎来临之后的典型气候特征,暴晒会加速身体水分的流失,而空气干燥如果不及时给身体补血,血液黏稠度会升高,导致发生血栓、心梗、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。 往年一到历秋之后,各个医院门怎么会遇到很多因为头晕、头痛来就诊的病人,部分病人甚至还出现中风的症状,除了心血管疾病高发,这个阶段还是是慢性气管炎的高发期,特别是老年人对季后的变化较敏感,容易因上呼吸道感染而发病。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,就来和大家聊聊,预防秋老虎吃三道菜,帮你护住身体。 一、秋季吃这道菜保护身体,凉拌姜豆在心血管疾病高发。 七、我们要注意吃低纳食物,避免因为过多摄入食盐增加心血管负担,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姜豆。 美食,零克姜豆只含有纳4.6毫克,远远低于大白菜、小白菜、油菜和芹菜等家常蔬菜,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和老年人。 此外,传统中医认为姜豆有不慎健脾,养胃益气,很适合脾胃和肾脏功能不好的人群经常吃一些。 姜豆的吃法也很简单,用热水桌,一下,直接放些醋,和少许盐凉拌吃即可,或者和蒜饭一起炒着吃也可以。 二秋季吃着倒菜,保护身体,百合大枣汤百合锯脂和驱坛,镇静安神,资金润肺的作用,搭配性蚊子大枣,咳养心补血,健脾生筋。 百合大枣一起吃,能润肺脂咳,健脾一气,轻余热,煮致慢性咳嗽或阴虚咳嗽。 除了熬汤之外,鲜百合则可当作菜肴炒着吃,如西芹炒百合,百合炒油肉等。 三,休计吃着倒菜,保护身体,新增茄子紫色的茄子中富含的维生素P,这种微量元素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着力,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,减低毛细血管的脆性及渗透性。 十,心血管保持正常的功能,但维生素P大量存在于鲜子的皮中,所以吃鲜子时要带皮一起吃。 另外提醒大家,鲜子最常见的第三先吃法,虽然好吃但很不健康,朝着倒菜需要放入很多的油,经过高温烹饪之后产生多种致癌物。 吃鲜子最好的的选择就是清蒸了,蒸的时候可以适当放一些蒜蓉。 各位朋友,你还知道哪些适合秋季吃的养生菜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局留言,分享你的养生经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